穿和服美感客多了 從襯衣到外衣 還有腰帶和裝飾 有了專人服務 讓您變身和服美人 得把握整裝時間 因為這些客人 通通得趕著參加婚宴 宴客穿和服吃喜宴 顛覆傳統婚禮模式 困難的部分 當然就是中間不斷 因為他們也是提前花時間 也是去先訂和服 量和服 在這裡一個店 出租和服業者搶上機 把和服出租跟婚禮搭上邊 一場夢幻日式婚禮 不只新人穿和服 賓客也得跟著配合才完美 不會穿沒關係 專人到婚宴會場服務 以今天台南這場晚宴來說 就多達120位賓客要穿和服 這麼搞綱得有13位專業人員 從下午4點就上工 和服費用則是賓客自己掏腰包 一次500元一場下來 業者進帳6萬塊 那就很特別 然後希望來賓也可以 跟我一起穿這樣子 然後一起來參加我的婚禮 特別啊 平常不會穿這種連身的 對嗎 對啊 不要被覺得變牛走路 很冷 對 看看連男孩子穿上和服 還得小碎步走路 特別有趣 就算得自掏腰包也樂得開心 比起參加國外婚禮 國內出租和服搭配現場 認識風格婚宴 計票錢已經省下了不少 和服出租業者把柄做大 不過婚禮賓客一次動輒上百人 事先得挑選和服 加上當天還得提早到場 新人的夢幻和服婚禮 也得靠賓客配合 才能圓滿舉行 記者賴慣張賴筆箱 SNG小組台南報導